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田园乡村印象何思路即将播出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何思路村是浙江最美乡村之一 也是一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村落 村子临水而建 四周群山环绕 聪明智慧的何思路人 凭借着大自然的馈赠 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事业 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古村 发展成为浙江的最美乡村 那么到底是什么 让何思路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嗨 大家好 我是刘璞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浙江义乌何思路村 何思路村 是位于浙江省中部义乌市城西的一个村落 何思路村原名何思路村 是宋朝时期何氏祖先何成章 与师同有致辞 见此地居山临水 风景秀丽 欣喜知其 命名为师路 不久何成章带族人 兼居于此 建立了何师路村 后来何成章祝福子孙 要居于斯 独于斯 耿于斯 横于斯 后人为纪念何成章 又将村名改为何思路村 这个村呢 现在可是获得中国最美田园 浙江最美村庄等等等等荣誉称号 所以这两天呢 我要带大家好好的来领略一下 何思路的风景 行走在何思路蜿蜒的木桥上 望着远山的郁郁葱葱 沁人心脾的空气 无不让刘仆的心 慢慢地静下来 何思路村美 除了山水风光之外 还源于何思路村的古运 要说何思路的古 就要从一座祠堂说起 这座坐北朝南的古 就是何氏宗祠了 古朴记载 何氏宗祠兴建于1388年 坐落在何思路村 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宗祠内不仅有对村史村情的介绍 还有对何思路村优秀子弟 古老乡间生活器具的展示 2013年 浙江省推广文化礼堂活动 何思路村上一决定 将原先的何氏宗祠改建为文化礼堂 还别说这个村啊 还真是古运游存 但是这么安静的村 这会儿怎么有锣鼓声呢 难道是有人在结婚吗 我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原来我们赶上了何思路村的新生儿入土里 我宣布新生儿入土里 现在开始 随着乡村的发展 人口慢慢兴旺了起来 伴随着热闹的锣鼓声 告知全村有新生儿要举行入土里 宣布新生儿入土名单 负责主持这仪式的 是村中很有名望的退休教师何章根 何老师 咱们这个新生儿入土谱是每年都要办吗 每年都要办的 一次大概会有多少个孩子 一般都每一年出生的都是多个 那么何氏家族 为什么要举办这个入土谱礼仪呢 因为我们这个何氏中部呢 是我们何氏家族的历史记载 好明白了 主要是就是一个人丁兴旺 让我们更加团结 更加有凝聚力的一个美好象征 自2015年 开办了新生儿入土谱这一礼仪 之后又相继设立了成人礼 故事成人礼制惯礼和姬礼 男子满二十岁时姓惯礼 表示姬成人 被族群承认 之后可以娶妻 女子则是在满十五岁后姓礼 姬姬之后可以嫁人 而赫斯路村的成人礼又与古时不同 她的寓意在于更好的教育青少年 使其在成长的过程中 懂得更多的责任和使命 来到赫斯路 无论是本村的孩子还是游客 都可以参与进去 那你觉得咱们举办这个成人礼最大的意义在于 让我们可以明白在不同年龄 你应该懂得去做什么 有些责任你要懂得 还有些义务 懂得一些做人的道理 告诉自己长大了成熟了 要学会承担责任了 来自游玩的方子燕 在这儿度过了她二十岁的成人礼 这也是赫斯路送给她最好的生日礼物了吧 而成人礼的服饰 仿照我国汉服服饰的特点 加以改变 制作成男女各不相同的四套服装 分别代表成长过程中 四个不同的年龄阶段 以男子的服饰为例 我们来了解一下吧 第一套衣服为深蓝色 代表十二岁 身衣为长礼服 具有汉服礼服中 脚领诱刃宽袍大袖等特点 第二套衣服浅色蓝衫 这就意味着灌者已经步入成年 也就是十六岁 蓝衫为学子长服 代表今后应虚心求学 精事致用 在家如今 期望灌者能够上学求真 第三套衣服为黑色长礼服 表示灌者已年满二十岁 期望灌者能为将来之路 迈好第一步 成为有用之才 最后一套衣服 看起来像龙袍 代表二十五岁 寓意 人生将迈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将担负起家庭 社会的责任 赫斯路村之所以如此重视 礼仪的原因 其中就源于 何氏家族人才辈出的后人 其中包括 中国汽车创始人之一的 何乃民 他是最早的汽车工业专家 在汽车工业界 想有很高的声望 为我国的汽车事业的初创工作 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外 还有在医学界 做出巨大贡献的 何伦教授 而每年来这里参观的游客 络绎不绝 何斯路村 也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 弘扬着中国的传统文化 来到何斯路村 你一定不要错过 还有那些宝经历史沧桑 仰然保存完整的 燕子屋古村落 刘仆在何斯路村 党支部书记 何允辉的带领下 走进了这座 神秘的燕子屋古村落 这边就是咱们的燕子屋 是的 为什么叫它燕子屋 这里因为四面环山 它整个都是山环起来 一千来年前 我们这个老祖宗 就看它形式燕窝 就把这个故居 就安在这里头了 燕子屋古村落 原本是村民的住所 多为明末时期的建筑 虽历境沧桑 但古村面貌保存较好 现保存完整的 有161间古民居 其建筑多为土坯房 石头房 整个村落被重山环抱 看起来形似燕窝 所以又叫做燕子屋 浓浓的乡土气息 和古屋被时光冲刷出来的 斑驳印记 都透露着历史 带给赫斯路古村落的神秘 行走在神秘的古村落里 一处粉色的房子 引起了流浦的注意 这就是我们和国园的民居 民国的时候的一个建筑 一屋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座三层楼古屋 共11间 呈凹字形乾货式 天井由青石板铺起 房屋采用了 枝 张 木 栗 白 紫 铜 春 松 山 共10种木材建造而成 修复这些古民居 不仅是历史的见证 也是赫斯路村文化的传承 在赫斯路 修复中的古民居 还有很多 斗转星移 如今赫斯路村的变化 更是焕然一新 这边是什么时候建的房子 这些都是2000年的时候 建的一些新民居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 赫斯路村在古民居的东南边 规划了新村 建起来一栋栋 整齐画一的三层小楼 叔姐 我发现这一排 好像墙上都画了很多画 像这个文明生态村 09年的时候 当时请了几个学生 给它画上去的 那个时候给这个村庄 设定了一个目标 我们要做生态旅游 这么一个村庄 那时候我老婆还讲个笑话 她说这个就是你吧 客人就是到村庄来 现在可以说已经实现了 现在一年都有 二十几万游客进村 厉害 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老百姓 过上幸福的生活 这是何远辉最关心的问题 依靠赫斯路的自然方光 何远辉决定 把赫斯路村建设成一个 特色旅游乡村 这幅漫画好像有点意思啊 一个老爷爷 这是前面背的什么呀 这是 新型农村股份合作证 那像这个新型农村股份合作证 这是什么意思呢 未来的这个村民 它的合作关系 会监视一个合伙人关系 就是乡村的每一个村民 要把手上现有的资源 都拿出来 共同地来发展这个乡村 那那个时候就做了 这么一个设计 就是说把何远辉的生态资源 让何远辉的好空气 好水 好山 好风景 就集合起来 就折合成生态资源股份 就让每一个老百姓 持这个股份 入股到何远辉的 草根休闲农业专业合作社里头 2014年 何远辉成立了 草根休闲农业合作社 何远辉的村民 也都以生态资源股入股 以资本换股本 占村集体生态资源股 股份总量的25% 合作社的成立 不仅调动村民 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也保证了他们的利益 经历了十年的发展变化 如今的赫兹路村 显然是一座桃花园般的旅游圣地 依附着青山绿水 2009年 开辟出一片即种植 开发 体验 农业观光为一体的 生态型薰衣草观光产业区 园区占地270亩左右 而每年薰衣草盛开的季节 前来参观的游客 就有二三十万 白天的风车节 晚上的灯光节 向人们展示着赫兹路 另一种美 2006年3月 村里免费开设了老年大学 课堂上不仅会讲一些 养生保健的方法 还让老人及时地了解 国家的方针政策 这些平均年龄 在80岁以上的老人 大都没有上过学 通过老年大学的举办 也让他们感受到 来自赫兹路村 更多的关爱 此外 在村里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老人只需两元钱 就可以吃上一顿 荤素搭配的营养餐 一天也就仅仅需要六元钱 谈到赫兹路村 对他们的福利 老人们都高兴得 何不拢嘴 这里每个村民 都有自己的功德银行 想知道清明果 又是怎样做出来的吗 田园乡村 印象何思路 农广天地 稍后继续播出 何思路的美 不仅体现在自然风光上 多年以来 也始终坚持着 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 一路走来 我们的记者还发现了 在这个宛若山中公园的村子里 环境卫生 那也是相当的干净整洁 这些都离不开日益提高的全民素质 村里还为此建起了 功德银行 随着村庄不断的进步 人们物质上富有了 而何允辉更加关心的是道德方面的建设 把村民的整体素质都提高 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 他想出了一个主意 就是创办属于何思路的功德银行 而功德银行的成立 又是何思路的文明 向前一大步 何书记啊 这功德银行 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是第一次听说 它到底是干嘛的呀 当时只在提高全民的道德素养 我觉得经济发展是不难的 其实全民的这个素道的提高是比较难的 这是长期的事情 村里的春风 明风呢 也因为有功德银行 大家每个人就争相恐吓 就去做好事 通过积分的这个形式 把它登记到那个银行上面去 两个月呢要公布一次 从2008年建立功德银行以来 在功德银行的册子里 记录着村里161名户主 做的仅1600件好事 从2011年开始 还实施了积分制 而积分高的 村里会奖励一些生活用品 或者帮助村民解决家庭困难 而村民在乎的 不是得到多少奖励 是养成这种好人好事 助人为乐的习惯 最明显的就是 环境在大家的维护下 变得更加整洁 村中再也没有随手扔垃圾的现象 如此优美的环境 即使不是在旅游旺季 还是会吸引很多的游客 慕名而来 村里的制成湖 原名两头塘 因其两边有霸而得名 后来为了发展乡村旅游业 村里对两头塘进行修整 扩建成了现在的制成湖 清澈的湖水 时而由小鱼缓缓游过 而制成湖依靠木质桥梁连接 湖上可以游船赏解 风景十分秀丽 而这趟何思路之行 还会带给我们 哪些不一样的经历呢 这次来啊 我们也正好赶上了 何思路第八届 何氏加酿取酒节的 一个评选活动 我们看到我们的评委 已经在台上 非常认真的在评选了 那今天的这个活动 冠军到底会花落谁家 我们待会儿一起来看一下 从2008年起 何思路村每年举办一次黄酒节 村里二十多户酿酒的家庭 可以把自家的黄酒 拿到黄酒节上评比 黄酒节邀请周围 各村的村民代表 作为嘉宾 来对黄酒进行品尝 评选出一二三等奖 而获得一等奖的村民 可以得到现金一千元 面粉一百斤 那么今年的头奖 又花落谁家呢 大爷您好 今天得了冠军吧 对 现在心情怎么样 跟我们分享一下 心情意料 最外来的 特别感到高兴 多少年了 终于得了一个 终于得了一个 那你参加几次了 参加好几次了 第三届 完全就得了一个三等奖 第三届的时候得了三等奖 这次算是最好的成绩了 对不对 这是最好的成绩 通过黄酒节的举办 极大的传播了 和思路的黄酒文化 也让更多的人 了解我国古法治酒的工艺 在2011年 和氏加酿黄酒 被列入浙江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今天呢 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和氏加酿是怎么做的 一屋 自古就有 酿黄酒 喝黄酒的传统 2008年 村里为了发扬 和氏加酿文化 开辟了陈列馆 作为和氏路景区的一个景点 和氏加酿陈列馆 定期对外开放 公游客参观体验 且有和氏加酿先生讲解 将整个和氏加酿的 历史渊源 制造过程 都清晰地展示出来 将这样洗 就放手就挪一挪 要把你挠上来 这样搓 将糯米洗净 浸泡24小时后 放置木桶 蒸大约一个小时 然后将蒸熟的糯米倒出 摊开放凉 好香的米香啊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已经蒸好的大米 放在这个干净的地板上 要把它倒上去是吗 倒上去 好来 小心了 好来 哎呀 它已经出来了 地上铺一块干净的塑料布 将蒸熟的糯米倒在上面 糯米摊量到合适的温度 是决定黄酒发酵后 口感是否纯正的重要指标 这靠的还是制酒工人多年来的经验 此外 决定黄酒是否可以发酵成功 还有一个重要环节 现在我们就要加入我们这个红麴米了 红麴又叫红大米 红麴最早发现于中国 已有一千多年历史 古代称丹虚 是用红麴酥真菌 接种于大米上 净发酵至北而成的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记载 该品具有活血化鱼 健脾消食等功效 制作合适加酿黄酒 放入的红麴米比例是 100斤大米配8斤红麴米 用量不宜多 否则口味发苦 搅拌均匀后 落缸发酵 加入适量清水 装弹成酿 盖上棉布 待半年左右的时间 就可以品尝到浓郁的酒香了 您是否对合适加酿取酒 有了初步的了解呢 来到赫斯路村 您一定不能错过的 还有当地别具特色的小吃 嗨 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衣服特别好看呢 这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 民俗服装 穿上的也特别的舒服 那在这儿呢 还有一条非常有特色的 美食小间 我们来看一下 都有哪些美食 走吧 那么刘仆在这里 到底找到了 什么特色小吃呢 阿姨这个叫什么呀 这个青苹果 青苹果 为什么它是绿色的呢 绿色这个艾草的做的 取新鲜艾草叶做干 洗净捣碎 加水与糯米 一比三的比例混合后 用时就反复夯打 使其口感更筋道 放入模具中压成圆饼 或包上喜欢的馅料 蒸制大约半个小时 带着淡淡的艾草香气的青苹果 就出锅了 小时候的味道啊 小时候的味道啊 甜的 除此以外 还有特制的观音豆腐 东和肉饼 来到这儿 你一定不要忘记尝一尝 放慢脚步 忘掉城市的喧闹 聚上三五个朋友 静静地坐下来 喝上一杯茶 又或者读上一本书 感受何思路带给您 不一样的美妙时光 夜幕降临 薰衣草庄园闪烁的灯光 渐渐亮了起来 从此夜晚的何思路不再寂寞 行走在浪漫的灯光节里 您是否也会因为繁忙的都市生活 而感叹时间都去哪了 漫步在这片灯的海洋 您是否也会感叹 原来 大自然会赋予我们 更多美好的东西 需要我们去慢慢地体会呢 而此刻 何思路文化广场 一片欢腾的音乐声 打破了这片刻的年纪 何思路村的发展 历经了十年的春秋 也是开办百万育才计划的第十年 一场再歌再舞的晚会 拉开了帷幕 晚会上有净爆动感的街舞 也有幽默诙谐的三聚伴 有妙语连珠的相声 让我们记者印象最深刻的 还要数这首《何思路》的村歌 正如村歌里唱的那样 强村富民用开拓 造福人民何思路 晚会结束后 激动人心的篝火晚会 再次引爆了现场的气氛 人们在跃动的圆圈舞中 为这次向令营十周年的晚会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太开心了 这套何思路之行 真的是不虚此行 因为在这里呢 不仅可以感受到 当地村民的真诚和热情 还能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 望得掉所有的不快和烦恼 它能够满足 从喧嚣的城市离开的朋友 对自然和谐 风雅的审美追求 真的让人流连忘返 更重要的是这里呢 它还能够带给我们 一种特别的意境 它不仅仅是 文人默刻笔下的 诗情田园 它更是传说当中的 世外桃源 而且他们一直在 坚持自己的精神 传承自己的文化 我是刘浦 这里是最美 古和斯路村落 如桃源名笔下的桃源 初级霞才通人 复行数十步 豁然开朗 如今 和斯路村仍以和姓族人居多 他们玉林风山 保持生态 不断实现着和氏祖先 创造优美环境的梦想 好了 今天农广天地 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 更多内容或讯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 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